音樂 家父認為過去在西洋才有裸體女性的一些繪畫或者雕塑 這個在台灣或是中國是比較少的 傢伙也認為說 這個人體的這個雕塑是最困難的 它必須要朝向困難的部分去做創作 所以它就考慮到 這個我們東方女性的一個裸體 跟這個西方女性的裸體 是有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它就開始所謂的東方裸女的一個創作系列 傢伙對於裸女的創作是非常嚴謹 在創作之前 它必須要將裸女的姿勢 做很精確的一個造型的規劃 那麼如果有不妥的地方 它都會重複一直在檢討拍照 經過它確認以後 它才會正式地去做它的雕像 人體的這個雕塑是非常困難 尤其人體我們經常是在看的 它的粗細它的大小 我們是不能夠隨便去把它更改的 萬一有一點閃失就很容易被發現 所以傢伙對於東方裸女的這個創作 它是盡量表現我們東方裸女是美 與西方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所以它的創作跟一般的西方裸女是不太一樣的 這幅畫像是家父的自畫像 這個畫在最近有一位立體派的教授 他認為說這個畫作比他的立體派畫作還早 另外這一幅是他的媽媽 這一幅畫他畫了將近兩年 他對於他的媽媽的一個親情 就完全在表現在這上面 家父自從猴崖手術以後 他就一直不願意出外 後來有一位他種藍花的朋友 他種了許多的藍花和其他的花 他就每個星期 他都會把他的花送到家裡來給他觀賞 然後他也不但畫了藍花 把玫瑰花、康乃欣很多的花種 他都會去畫 那麼他的創作像這一幅的玫瑰 一個多小時他就可以畫出來 他的速度是很快的 但是他又不願意畫得太多 那麼他的創作大概是從1980年以後 才有大量的創作 那麼到2004年左右 這個創作是比較多 這一次的展覽 作品有包括他的人物畫 還有花繪 還有家族 一些朋友的一個畫作 這些畫作大概是他創作的一小部分 希望各位同好可以來參觀指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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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